听孩子们在主播台上的优异表现 2021东森幼幼小主播选拔赛 总决赛最终在酷比组与雅米组中 各选出三位优秀得主 并且颁发奖状与奖品 可以带努力 可以取得更多的意思 然后可以录得更好 他自从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拿到很多稿子 然后了解了更多的东西 然后中文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回顾从初赛 复赛到决赛 横跨新冠疫情且超过两个月的辛苦准备 优胜的小朋友们不只收获满满 也更感谢爸妈与师长的尊尊教诲 我这次很开心我拿到得奖 然后我需要谢谢东森 谢谢冰冰姐姐 然后我的妈妈爸爸 然后我会继续加油 我就听到很高兴 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辛苦的功夫出了 我感谢冰冰老师 为什么 是因为他帮我 他教我怎么用不同语气 播不同新闻 我妈妈 她也每天跟我一起读 而看到孩子们在说中文 与口语表达上的显著成长 以及比赛中的大方表现 也让家长们特别感动 小主播这里面 除了他学说中文之外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里面有知识点 知识点然后他记下来 然后有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 他还是会告诉我 我上一次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也很有意思 这个活动呢 不只是能够就是练习中文 但是他也是 一方面也是对 培养小孩子的自信 观众欣赏更多 又又小主播的精彩表现 请上东森美洲电视官网 东森媛媛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给大家效若